哈喽大家新年好 今天我们做一道发菜 海参炖香菇 那海参呢我们用已经发好的 菇呢你可以用新鲜的 也可以自家用干香菇发 如果你用金钱菇发的话 小小的就不用破开了 背上划个十字就好 那如果这种大大的 你就会要一分四或者一分三 那海参清洗的时候呢 最好用刀轻轻这里刮一下 里面呢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杂物 要把它弄干净 然后剁成大块 待会开水里先煮一下 接下来我们还要准备一点湿淀粉勾芡 水开海参下 放些姜片 给它煮开 煮开后我们下一些料酒 在小火 在小火焖煮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就可以准备开油锅了 油热煸炒姜丝 煮开糖 再下一次料酒去腥 香菇蝦 下点老抽盛色 煮拌碗水 用高汤最好 再加一点颜色 胡萝卜来的 大火煮开调味 糖 这个菜可以多放些糖 让它偏甜一点 盐 如果你喜欢蚝油的话 也可以放蚝油 但是蚝油很咸 要把握好了 那尝尝味道 我们就准备勾芡 勾芡的时候要慢慢的下 不能一下倒下去 会结块 变浓稠了就可以装盘了 那上桌前 我们可以淋一些麻油 那也可以放些葱花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